这些问题呢,林明珍都不断的跳针,说他的豪宅一切都是合法的 民进党今天提出林明珍豪宅的五大遗云要证明他的说法是漏洞百出 但一样的,在揭露五大疑点之前,我们要先来听一段阴档 为了避免呢,林明珍又说是被抹黑,是被栽赃 我们来听听他最新的说法 我选举的经费,一票三十块的,我总共存了一千四百万 就总共争给老师七百六十万,剩下就要四十万 这是我儿子可以负担得起嘛 我买这栋房子,十价登录是两千三百万 我这也是评价这些什么豪宅 只是说建筑的造型好看一点啊 两千三百万是豪宅吗,只有五十几坪而已 我儿子我在选几个时候啊 是我输人,人家监款喔,付给他薪水 这个也没有维华啊,如果不赶快再盖一栋来住的话 你啊 若开剧 苹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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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